这里不是内蒙 而是河北的一个小村庄 这个村里的很多人都有特别少见的姓氏 那就是托 这座有很强蒙古风的明朝古墓 曾经被改造为抗日军民的藏身洞 帮助我军将士数次脱险 第一站来到南湖公园 虽然秋天的风里伴随着很多寒意 但天空却呈现出一种宁静的蓝 干净的仿佛能听到风的低语 自古诗人写秋就比较伤感 不过在大唐反一某第一人刘雨昕笔下 那就不一样了 自古逢秋悲伎聊 我言秋日盛春招 搭配上这嫩绿的植被确实如此 在这里闲逛漫步 看到一堂河叶 这不正是秋河一滴路 青夜坠玄天吗 紧接着去到新河城皇庙 没开门 去到慈明古寺又是一个闭门庚 旅行有时候就是这样 充满了很多未知和惊喜 每一条陌生的道路 每一个熟悉的转角 都有可能遇到意想不到的风景 当然也有可能是个闭门庚 新河县这个名字 在北宋黄游四年就有了 所以在2005年 被定为全国千年古县 在这块热土的历史上 涌现出燕国楚世田光 东汉东光侯耿纯 三国名将严良 这里便是红军高级将领 董正堂世纪陈列馆 1937年1月12日 他率领部队在甘肃高台县城 与近十倍的敌人浴血奋战 最后战斗到一人一旦 壮烈牺牲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新河县的东东村 这是蒙古独村 在我的背后这里呢 就是元朝右丞相 托托墓 这样咱们过去看一看 正前方立有墓碑 始祖元丞相托托之墓 后面是修气一新的风土堆 托托在伯延下台后 就变为了元朝的中书右丞相 他重新恢复科举 平反昭学很多冤案 编修了宋史 辽史和金史 他为了弥补之前伯延执政时所挖的坑 出台了变更朝法的政策 同时又提出治理黄河水患 尽管他想尽了一切办法 拯救岌岌可危的元朝 可这些都是杯水车薪 托托觉得朝廷财政危机的根源 就是市面上假钞横行 所以想用铜钱代替纸币 可没想到新制度实行后 没有人用货币了 这下国库反而更空虚 在托托的提议下 元顺帝派贾鲁治理黄河 虽然不负众望把黄河治理好了 但在治理过程中 很多官员贪污 并且强政百姓弄得民不聊生 1355年 托托被元顺帝弹劾流放云南 在路上被害去世 很多人说元朝的古墓不好找 这不元朝的右丞相托托墓就在这吗 左丞相王茂德在辽城的高堂 还有一个大臣写出来风轮如炬 波涛如怒山河表里同观录的 张仰号不就在济南吗 元朝的墓很多 只是元朝的地灵不好找 很多人说因为他是用骆驼给踏平 然后撒上草种子 之后你就找不到了 不是这个原因 是因为元朝的皇帝根本不信你这一套小风小水 所以他不照书买 你就照书找不到 而这里之所以成为托式的聚集地 是因为在1354年前后 托托南征红金军把三子周斌留在了这 这边便是周斌墓 整个广场的最前面 有一块康熙年年的碑 骑上眷客 元太师又丞相托公子周斌顾礼 来到村里正好碰到一个小朋友 让我体验到了什么叫做热情 这个纪念馆修成了蒙古包外形 小朋友问我你进去吗 进去我找人给你开门 我说不麻烦了 他又说前面还有一个藏身洞 我带你去看看 于是我才知道这座托式仙人在明朝修的古墓 后来被改为抗日居民的藏身洞 这边散落着一些石垢剑 明万历四年偷偷被彻底平反 万历皇帝下诏休墓 立碑以及石像生 如今也成了残剑 就被放在了墓地不远处 走了啊 拜拜 我是热眼行 喜欢记得关注 带你了解更多城市魅力